那個大哥好像還是 誰 是啊 第一時間他又有什麼 我覺得三個月後他才見證照 三個月後他會更難過 這必經的 是我的經驗談 于天同時愛女與怨起 白冰冰經驗談 三個月後會更難過 今天我很輕鬆的 要從我扛了25名的 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這個位置終於要退下來了 白曉燕文教基金會25年來 幫助過3907位警察子弟 捐出近4000萬元 白冰冰9月14號 宣布卸下董事長一職 交接過程眼淚沒有停過 提及之前台南兩位警察殉職 再度發聲反對廢除死刑 我還是那顆最大的石頭 我其實我也沒有下一代了 我幹嘛要管人家要不要廢死 我覺得這是基本道義 有賞有罰嘛 賞要賞的心動 罰要罰的心痛 大家我們都要賺錢 付稅金 養他們到老 你們都沒有能力去養父母了 還養他們的壞蛋 養到老 然後如果他們越獄了 逃出來了 要多少社會成本啊 該怎樣就怎樣啊 保固善良民眾 政府的考慮太多了 其實 費死聯盟只是很一小撮的人 廣大的民眾 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都是反的 為什麼聽那一小撮人的 二十五年了 痛恨減少了 傷痛就不要去碰到 還可以 但是 每一次的傷感在什麼時候呢 就碰到小孩子的東西的時候 或者什麼節日什麼節日 去看他的臨位的時候 就覺得 哦 女侯 女侯 好委屈 好委屈 我真的對不起你這樣 痛其實不會好的 因為 在當年我覺得 我簡直是把我的心掏出來 一半一半的翻開 哎呦 我這麼痛 就很像那個被劍刺進去 就又倒拔刺出來那種 每次痛到就不得了 然後我的方法就是 睡前喔 就念經 念那個很長很長的經 地藏王菩薩 一本念完一次要三個鐘頭 我常念到第二個鐘頭 我就垮了 因為真的很累 我要做太多事 我真的沒辦法 我明天繼續念這樣 我每天當時是這樣過來的 在當年啊 就是肺育青啊 天天來我家 整整來了兩個月 每一個人的心意 我都緊緊的記住 作為一個人 我實在是 非常的滿足 很感動 那一樣作為一個人 白小妍非常委屈 她身為我的小孩 她何苦要受這個委屈 太委屈了 我現在不安 不見了 但我因為有這些好朋友的幫助 我一個人過得很好 演藝圈的新生代 我通通都當成自己小孩 所以我覺得 像照顧自己的孩子一樣 去照顧每一個人 我覺得挺好的 7月22號林志穎發生自撞 肌肉流失 爆瘦到只剩53公斤 白冰冰除了曾到醫院探望 身為林志穎媽媽 林金花多年好友 12號也貼出兩人合照 當時我們要去醫院看 她也是限制人數的 家戶病房進不去 演藝人員罵 我們先知道說 那個傷痕 會去外交嗎 外交病嗎 外交病嗎 大人嗎 沒有 那一陣子就會漂漂浪浪跟大家見面 沒有 沒有 小巧縫了一下 OK的 沒生 那是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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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誰 是啊 第一時間我都去阿哥園 那第一時間他又有什麼 我覺得三個月後他才見證著 三個月後他會更難過 這必經的 是我的經驗譚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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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